我就从我的个人的事工的角度来讲 陪伴个人的灵修辅导 就是 spiritual direction individual spiritual direction 那么我负责这个事工差不多有超过十年了吧 那么我这十多年来的经验呢 讲起来也很有感触 就是我是在我们的国权灵修中心服务了 那么来找我辅导的这些教友呢 其实有70%是基督教徒 只有30%是天主教徒 那么我通常是以英文的语文为媒介 因为讲起来也真的是很奇怪 我这十多年来我们的中心寻找个人辅导的话 华语的好像不超过十个人 而且这十个人里面呢 好像只有一个是天主教徒 其他的都是基督教徒 所以我的感受是 我们的天主教徒去了哪里 为什么他们没有觉得有需要来做这种灵修方面的一些寻找 寻找跟天主的关系 比较进一步的培养他们的灵性的一些生活 所以我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们的天主教怎么这方面没有基督教有那么积极 我觉得他们都是带着很真诚 很渴望要了解自己跟上主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他们的信仰生活有一点好像没那么活了 觉得有一点需要需要帮助了 所以这是我的感慨 是不是我们我们的教友还在这方面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需要了 就是精神生活灵修生活方面的这个需要了 总的百分比来说我的这些来来找我辅导的人 都是70%是营销生 只有30%是讲华语的 那这30%里面呢 就就只有一个可以说是只有一个是天主教徒 其他的有十多位都是讲华语的 是来自我们的不同的基督教的 不是天主教的 辅导的工作或者使命 我是觉得对我来讲 对我本身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因为从那些来寻找辅导的教友身上看到 他从一开始就是带有很多忧虑 恐惧不安低堂的那个绘画 他跟他接触 一直到最后也许是三次四次之后 最后他离开的时候带着很 有一点解放的那种 你看得出他脸上带着很解放很高兴的 那个笑容离开 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满足感 我相信这是我们负责这种灵修培训的工作 最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可以看到圣神怎么样在他们的身上 真的是行了 可以说是奇迹 慢慢从他们从那些不安不安全感 一直到他们很平静 很解放的离开 那个过程 纯粹是一个圣神的工作 我们只是圣神借我的口气 问一些问题 帮忙他看到什么地方比较不明显 不清楚 然后让他有时间再去祈祷 再去澄清他一些内心的一些活动 再慢慢认识到原来天主就在那边 虽然是一段很痛苦的经历 可是他们可以在里面看到 发现到天主原来也在他们最黑暗的时候 天主就在那边 那种经历是有很大的精神安慰 我是觉得这些来找的人多数是会有一些内心 会有一些结 而且这些人多数都是在他们的教会很积极的 扶传工作者 或者是都是很活跃的一些教会分子 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做这么多 他们很爱上帝很爱天主很爱他们的神 他们很积极 为什么他们心里面的深处一直没有感受到那种 上主要给我们的喜悦 圣经说 我要给你们丰盛的生命 我要给你们喜悦 可是他们没有经验到 他们觉得这个只是一个知识上的认知而已 为什么实际的情况他们没有感受到 就是有一种干枯的感觉 就是在精神上觉得很干枯 很drain out 或者是burn out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就是说跟上主的关系好像脱节了 只是知道上主很爱他们 知道上主不会放弃他们 可是那是只是存在认知的阶段而已 还没有下到他们的真正的生活的感受的体验上面 其实我们就是看自己的要求是什么 如果我们觉得对自己的一切都感到很满意 我不需要再做什么辅导 那么就当然不需要了 不过通常很多人都是觉得内心深处 还有另外一股声音要求他们更深入的去探索 探索神到底在哪里 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之前看到那个 圣经院在那个Bukit Diman那边 有灵修的课程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就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认识什么是灵修 然后应该先有认识 才会懂得要去寻找 我们应该是活出我们的信仰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 就是停留在那种认知的层面而已 所以我们一直在那边坐 忙忙碌碌 扶船 做这个 搞那个 可是没有真正的进入个人的内心去 去寻找我的神到底在哪里 神对我来讲是谁 我又是谁 那么我是觉得 很可惜 因为如果我们真正的 找到我在天主里面的身份的时候 那个扶船 你要告诉天主是 就变成很自然而然的 变成一种驱动力 你不需要人家 叫你去扶船的 你自然而然的想去告诉大家 这个天主有多好 多爱我 这样 就是你还没有真正的 尝试到那个 很深很深的爱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给别人的那个消息 就是相当有限制 我们必须先尝到那个爱 我们才能够把那个爱传出去 不然我们传出去的 就是我们所认识里面的那个爱 就是很有局限的 而且为什么很多负责教会工作的人 会做到很忙忙碌碌 结果一点喜悦感都没有 有些了 不说所有的人 我只是在做做做 可是我不觉得我的信仰有成长 我们人就是必须要有时间安静下来 可以把事情放在一边 暂时放在一边 不要去考虑太多 就是完完全全的把那个时间 放在跟天主的交流 所以尽管就是这样 什么都不用做 就坐在那边祈祷 跟天主沟通 当然也有一些技巧要掌握 不过至少要有那种 欲望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愿意浪费时间 很多人就是觉得 毕竟就是浪费时间 什么都不做 我如果一个小时去meditate 我其实一个小时可以plan很多东西 我们人的那个诱惑 就是受到这样的诱惑 要有生产力 要看到做出些什么事情来 那么祈祷 其实就是我愿意什么都不做 我浪费时间 我愿意跟天主浪费时间 就是跟天主相处而已 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对我们现代人来讲 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怎么去做 觉得好像没有收获这样 没有效率这样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愿意为天主浪费时间 这个是慢慢培养 等到你培养成那种愿意跟天主 安静的沟通的时候 才会进入那种境界 你可以比较敏感的 能够听到天主的声音 很多时候我们祈祷只是听到自己的声音的 我们可以整个祈祷时间里面 一直听到自己在说什么 在讲什么 在重复别人讲去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而不是天主的声音 所以很可惜 所以祈祷也可以说是两面的沟通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进行一面的 就是我讲完了完了 我们不愿意再停下来 慢慢的让天主进入我们的内心 当然也不是说你停下来 你就马上可以听得到 因为上主有祂的时间 就是说你愿意不愿意 腾出那个时间去等祂进来你的内心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祈祷秘诀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miss掉那一段 这是最重要的一段 就是去听 去真正的聆听上主